你们做什么 这皇贵妃不再带我到这儿 小公主 你别喝玩了 这我到了吗 皇贵妃才是你额娘 童妃不是 皇贵妃是英妃 不是皇贵妃 皇贵妃是坏女人 这 我要回 季公主 站住 小公主 季公主 你别胡说 皇贵妃是坏女人的 害了皇贵妃 你这孩子 胡说些什么呢 你就是坏女人 你害了皇贵妃 被关进了遗困狗 你 你给我闭嘴 婧婧 婧婧 娘 婧婧 娘 婧婧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婧婧她说得没错 易坤跟我娘娘 就是被你陷害的 婧婧 不败 婧婧 不败 婧婧在呢 她是我的女儿 不是你的 嬴妃 一定是你 教唤我女儿的 婧婧她能分辨得出是非 她的确不喜欢你 其实岂止是孩子 即使你未同父后 我们也照样看不惯 你这种用龌龊手段 上位的女人 我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 你一定还做过许多坏事 所以十四帝和十六帝 才会夭折的 你胡说 你是我的女儿 你怎么可以 污蔽你亲娘呢 颖妃 早知道你不服 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心服口服 来人 在 颖妃犯上不敬 拉下去张泽 你敢 本宫是皇贵妃 主礼六宫为何不敢 皇上礼重蒙古 你岂敢动 还愣着干什么 给本宫 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皇贵妃娘娘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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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动手啊 皇贵妃娘娘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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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驾到 皇贵妃娘娘息怒 太后晚安 这是做什么 哀家刚从安华殿 给永齐送经抄渡回来 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 臣妾之错 臣妾之错 起来吧 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 还不能让嫔妃心服 不许可怒 颖妃啊 你位分低些 也该懂得尊卑上下 太后恕罪 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 心疼不已 情急之下才犯上的 皇祖母 皇贵妃掐景元 景元好痛 景元啊 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 你即便在尹妃膝下长大 不叫她一声额娘 也得称呼一声令娘娘 皇祖母 尹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 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 但足见尹妃对你一直疼爱 既然如此 景元还是交由尹妃来抚养吧 太后 景元脾气也性自大 端不能叫旁人教养了 还是宸妾自己来吧 景元好好的 端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 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 难道皇贵妃 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 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 养娘不如生娘亲 养娘怎会真心带孩子好 是吗 太后 臣妾失言 臣妾知错了 是 生娘不如养娘好 养育之恩大过天 什么生养养娘的 哀家没你心思多 孩子是谁养大的 愿意跟着谁 那就是谁的孩子 景元 你愿意跟着谁 自己说 王祖母 景元跟着额娘 你愿意跟着额娘 额娘真没白疼你 王祖母 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 天涵是额娘天衣 额娘最疼景元了 景元懂事 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 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 臣妾知错 颖妃啊 好好看顾着景元 你记住了 孩子和谁最亲 谁就是她的亲额娘 谢太后 真闹了这么一出 皇贵妃突然带走了七公主 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 这就闹了起来 不过 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 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大 才惹得嫔妃离心 公主不满 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 都怪朕 当日太过心急 向这乌拉那拉氏断发 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 才强服卫氏为皇贵妃 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 安抚儿女 连对皇阿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 玉伙啊 这回永齐百日祭祀之事 不许她过问 叫于妃主持吧 是 皇上 那义坤姑娘娘 请求魏容秦王百日祭祀 敬香守灵之事 您可允准了 她要去给永齐上香守灵一日 别让她去吧 只是叫她晚些 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 那奴婢去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敬公主 何敬公主 映娘娘 要不是今日容秦王百日祭祀 也难得跟公主见上一面 公主近日可好 甚好 谢映娘娘关心 听说 上回令娘娘 想要带走您的七公主 结果被您和蒙古嫔妃们一闹 反倒连你们的请安都免了 丽娘娘闹了个好大的眉脸 这样的人 只会在皇上面前活没讨好 对上冒犯太后 对下又不能教养好儿女 让咱们六宫怎能敬养 这前两件我倒是知道 这不能教导好儿女 又是如何呢 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 会怎样教育儿女呢 公主若是不信 她可以自己派人去看看 是哪儿 啊 不是 第四月 会儿 啊 这是